南海局势紧张升级 中方重申维护领土主权坚定决心 蓄意挑衅 菲律宾为何干当出头鸟 恶意怂恿美国背后有何居心 磋商进入深水区 南海行为准则距离达成还有多远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 南海上空风起云 有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美国等国在这里动作不断 抹黑攻击层出不穷 联合军演接连不断 还有导弹部署和越来越强化的军事合作 那么这些都使得南海问题更加的复杂化 也损害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美非这些动作到底给这片海域 制造了怎样的暗流与波涛 中国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南海局势升温包藏了菲律宾怎样的野心和获行 固化非法权益 投靠美国获取利益 获取非法利益 固化既得利益 菲律宾试图引进外部势力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您如何评估中国的应对 我们是如何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 坚持一贯立场 保持灵活与克制 坚定我们的维权信念 同时我们也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南海问题 中国一方面坚持原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时候要强硬 菲律宾和美日等国的密切军事合作会把它带向何方 菲律宾有可能成为棋子 也有可能成为弃子 美日的活动会把菲律宾引向灾难的边缘 会把菲律宾带到死胡同 美国在南海下棋步子 对于地区局势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影响 美国口头一贯反对的南海军事化 有可能变成现实 后果非常严重 非常有可能在这个本来稳定和平的决定地区 造成重大的军事天使 近期菲律宾闹海戏马接连上演 持续升级 今年4月中旬 菲律宾方面就以确保中国不会在仙宾礁填海造地为借口 派出了两艘海警巡逻船 卡布拉号和特里萨 马格巴农亚号前往仙宾礁系湖内毛布连台 至今已经在当地滞留三个多月 6月17日 菲律宾一艘运捕船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支采取管制措施 此前的3月 菲律宾参议院还通过海洋区域法案 妄图通过立法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 严重侵犯中方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国外交部表示 该法案严重违背国际法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是地地道道的恶法 2023年年初 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 曾与中方达成 以和平方式处理争议 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共识 但去年下半年以来 形势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记录今年之后 菲律宾屡屡在南海人爱礁 和黄烟岛及其附近海域挑起事端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万象会见菲律宾外长马大罗 王毅说 中方近日就人爱交人道主义 生活物资运补问题 同菲律宾达成离世性安排 以维护海上局势稳定 关键是非方要履行承诺 不要再招令西改 出而反而 不要再反复倒退 劫外生枝 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 为什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南海的局势由趋稳向好 突然变成了生乱生变 好 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听听赵老师的看法 我觉得去年年初 他到北京来访问的时候 和中方谈的是比较好的 他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表态 就是说在美中之间 他是不为全边站的 他会继续和中方奉行 一个合作的态度 那么实际上 这番话讲了以后 他立刻就翻脸了 这个翻脸的背后 我个人觉得 一个就是说是美国的因素 是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美国是非常明显地 看好小马可思上台以后 他可能在南海的问题上 找到一个新的缺口 美国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第二个就是小马可思 他外交政策方面来看 他大概本来就是非常不满意 托尔特总统的政策 所以他上台以后 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去年年初 他到北京来访问的时候 做的一番这种陈述 根本就是个虚假的陈述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 因为他不久以后 就访问北京以后 他就去了这个日本的 他跟日本人会谈以后的 记者会上 他居然符合 这个复印日本人的说法 说台湾有事 菲律宾也有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去年年初的时候 访问北京的时候 这个陈述根本就是虚假 所以他在北京 只是虚与伪宜 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 但他的本意 根本就不是希望 来坚守中非之间的 君子协定 好 徐程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呢 这个马克思政府 作为这个菲律宾 新一届的政府 他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应该说可能背后 有人在下这个指导期 我们知道2016年 菲律宾掀起了这样一个 这个非法仲裁的这个闹剧 杜特特政府 那上任以后 整整六年时间呢 应该说把这个 非法的这个仲裁的 这个裁决呢 把它选制了 那么选制六年过去以后呢 可能有他背后的 下指导期登人说 如果长期选制的话 这样一个结果 对菲律宾一边倒的 非常有利的 所谓的这样一个 仲裁结果 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张废纸 所以呢 他要把这个 非法仲裁的这个裁决呢 把它落实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 这个所谓的场外指导是谁 应该就是美国 对 好 我想再问一下侯益老师 我们看到在 7月27号的时候 在万象举行 第14届东亚分合外长会上呢 中国外长王毅呢 是出席并发言 然后就南海问题 产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他也会见了 菲律宾的外长 马纳罗 就这个非方 一再违背双方共识 自身成的 不断推进海上侵权 放大舆论炒作 而是做出了 非常严重的关切 坚决反对 这样的一个陈述 那您觉得 王毅外长发出的 这样一个严正的警告 会让菲律宾有所收敛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吧 我们是坚定的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的主权权益 所以呢 在这一次王外长的讲话中 我们明确的 也是向菲律宾显示了 中国不管我们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在主权问题上 我们是不可能反生退让的 无数的事实来证明 菲律宾他都是 今天是这样 明天他要那样 在反复的 在采取各种手段 来加强 他在这个地方的存在 而且试图 还在其他的一些的导教 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存在 所以的话呢 我王外长这个讲话 我认为就是向他们坚定的表示 中国的立场 那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 对王外长说 你不要再招令西改出尔反 反复倒退 节外生枝啊 这个词是用的非常的明确和 和严重的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马纳罗也表示说 希望通过对话 缓和局势 建设性处理分歧 而且要进去举行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会议 就还想管控达成一致 这个用上海人的话来讲 就有点 方女当放软 身段降低身段的这样一个回应 是迫于这个局势 还是说 菲律宾方面的政策 确实在此时此刻 又有了一定的调整呢 那这个菲律宾也确实 经过了这个6月17日 这个中非双方在围绕这个 人海交补给的这个冲突以后 美方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是给菲律宾方面 是一个提醒 美方的虽然在口头上支持 这个相关菲律宾的这个立场 但是在实际这个中非之间 发生这个相关的 就这个民用物资补给 发生这个相关的这个冲突之后 美方的直接的这个投入 应该说是非常的 这个软或者说是非常的这个弱的 再加上 现在这个美国大选在即 特朗普很有可能回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特朗普回国之后 那么菲律宾的利益 有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 美国的这个保护 又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问号 种种的考虑 所以他才做出了 先进行BCM 就是中美 中非关于南海的这个 双边磋商的机制的第九次会议 然后呢 借着这个会议本身 他放出的这个信号之说 这个会议还是非常有 这个成效和建设性的 然后呢 总统下令呢 要南海局势进行降温 这其实呢 都有他的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铺垫和战略考虑在里面 但是你看菲律宾有点 一招先吃变天 这个套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 今年四月 他就确保中国不会在 仙兵礁填海造地为借口 又派出了两艘 而且还挺先进的海警船 在仙兵礁的泄湖内 毛破连排 已经现在非法之流三个多月了 这是又一次想要来坐摊的意思吗 而且我们知道这两艘海警船 是最先进的菲律宾的船 它有通讯侦察 水下探测 直升机起降 一系列完整的多余作战能力 如果他坐摊 会不会成为某种军事前哨呢 胡老师 首先来讲 仙兵礁可能大家以前 对他的关注度要小一些 因为仙兵礁 准确的说是我们1983年 我们命名的 那么在此之前 民国政府曾经对他的命名是 这个仙兵暗杀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民 他这个位置呢 应该说是地处 这个南海 南海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上的 一个命名的一个位置 他和黄岩岛一起 对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他们这个主要的海上通道 都能够产生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控制权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仙兵礁也好 仁爱礁也好 他们还比较靠近礼乐坛 也就是说是南海的 我们讲 通常讲的油气资源 比较丰富的一块区域 所以他这次的行动 实际上也就是做一种试探 那就是看我能不能 把这块占住 那么他的利益 一个是交通上面的利益 海上交通的利益 一个是方面 他就像一般 油气资源这个方面 都是有想法的 OK 他如果在这里 叫毛破连排 这是听起来很专业的一个词汇 这个意味着是什么 滞留三个多月 而且是最先进的海上舰船 意欲合为 薛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像您所说的 这个两艘船 特别是这个 他这个9701船 这个海警 这个菲律宾的海警 其实就是日本赠送的 转让的这个 这个海警船 2000多吨的 也是菲律宾最先进 最大吨位的这个海警船 而且他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也是倒打一旁 就是想他担心 中方有进行这个 新的吹田的 在仙兵礁 这样他要去找 这个所谓中方在 仙兵礁吹田造岛的 这种证据 所以把他的这个9701船 滞留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仙兵礁上 但他并没有记录到 任何中国船 对对 他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查找到 但是他的这个理由 所谓叫预防性的 防止中方进行 这个相关的这种吹田 但我觉得这个 完全是这个 无中生有 我们是坚定的这个维权 在现场的进行 这个管控和对峙 而且我们也派出了 我们海警最大吨位的 12000吨的5901船 也到达了这个 仙兵礁附近的这个海域 所以说呢 他如果要想复刻 这个所谓 马德雷山号的那个破船 在仁爱礁的这一幕 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其实早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 菲律宾参议院就通过了 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啊 那这个所谓的海区法 到底是什么 他强调海区法 在国内的立法啊 他的意图是什么 霍尹老师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看到 菲律宾呢 巩固他的在南海的 所谓的这个非德 他的非法利益的时候呢 是经常是通过 立法的一种行为 法理的行为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手段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六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开始 他一直是这样做的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还不仅仅是立法 而且还经常的反复的去修改 他的法律 现在不认小马克思又要修改 对 他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么呢 当然他一方面的通过这个方法呢 为他国内采取一些的行动 那么背书 第二一个的话呢 他也是做到一个舆论宣传 甚至将来也是为他 很可能再次来提出 什么样的一些个国际诉讼 然后他做一些个理由上的 一个准备 可是在他内部啊 似乎也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声音在斗争啊 比如我们看到 七月二号的时候 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第九次会议召开 那么紧接着这个两天之后呢 他的这个参谋长就表示说 马克思要下令武装部队 缓和南怀紧张局势啊 我们刚刚看到事情 有所转环的时候 可是再过几天之后呢 菲律宾和日本就签署了 对南海局是可能造成 很大影响的互惠准入协定 那么再后来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在鲜兵交啊 仁爱交方面 不断的这个议题在发酵 菲律宾内部是否也有 比如说鹰派和鸽派之间 对于这些问题的 不同的看法和斗争呢 学长老师 这个呢应该说呢 不同意见 在菲律宾政府内部 是肯定是有的 但我想说的 菲律宾政府的内部 它的部门间的这个协调 现在回过头来看 应该说是非常糟糕的 甚至呢 这个不同的这个 政府部门呢 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在这个中非海上 这个冲突最激烈的 那一次6月17号之后 菲律宾的这个 投资部的部长还主张 这个两者是不相干的 中方呢 还可以继续呢 对菲律宾进行 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要希望中方 这个一边在海上 同菲律宾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呢 要加大对菲律宾的这个投资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了解 这个中国的这样 政府的基本长期的 一贯的基本立场的话 你是不会做出 这样的表态来 所以这种给人的感觉 就是菲律宾政府部门 间的这个协调 或者说有一些 这个各个部门 自己在说自己的这个话的 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以来呢 中方是相继发布了 仁爱礁非法座探军舰破坏 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 和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报告这些报告 这个角度聚焦的都是在 南海相关岛屿和相关海域的 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 就是有网友就说 这叫以魔法打败魔法 这两份报告很有意思 这个我想请这个赵老师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关注的是仁爱礁的 珊瑚礁生态系统 为什么会关注 包括跟黄岩岛做对比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国际舆论战的 一个组成部分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海底的珊瑚礁呢 是国际环境保护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通过中国的这一次 非常详尽的科学考察呢 我们明显地看出 菲律宾的这个 非法坐摊的那个军舰呢 是严重地迫害了 破坏了这个珊瑚礁的 这种生存的环境 不断是侵害了中国的主权 而且在国际 对这个整个一个地球环境 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我觉得这个舆论的宣传呢 我们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因为我们是用大量的科学数据 来告诉全世界这一点的 另一方面呢 是我们目前是中方控制的 那么这个黄岩岛的 这个生态环境呢 在这一份的科学调查报告中 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呢 对国际上来讲呢 也是这个一个比较好的启示吧 就是说呢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环境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同时呢 我们也向菲律宾发出了 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 你们这种所谓的舆论战 不要以为中国不会做 你看这个二战时期的一艘 非常老的马德雷山的这个军舰 坐摊了25年 你想象一下这个生锈 就会对周围环境 做成多大的影响 而且坐摊的时候 也撞坏了多少珊瑚礁啊 而且现在这个船上 还是有人在生活的 有不断的这个生活的污水啊 废油啊 这些垃圾的排放 那显然是对这个生态环境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是吗 肯定是的 这不单单是这个船体的这个腐蚀 其实2010年代 它已经有这个报告说 它的船体已经开始漏了 然后呢 这个还有这个油漆的这个溶解 还有呢 这个它的没有任何这个人费 就人排泄物的 包括生活垃圾的 这个处理的这个设施 那应该都是直接排海 所以呢 它在400平方米范围内呢 它的这个珊瑚礁的破坏程度 已经达到了将近九成啊 那相比之下 2012年开始 中国实际控制这个黄原岛 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环境的 这个保护和控制 应该说是做得非常的好 那两份报告的这个对比 就非常明显 我们也是应对菲律宾方面 从2023年的9月份开始 不断通过它的司法部 和国家检察官办公室 在发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 说他们要进行发起 就所谓中国破坏南海环境的 这个二次仲裁 那么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之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南海的 环境的真实的面貌 通过这样一份报告 来呈现给这个诗人 那来看一看 那么谁才是这个南海环境的 这个破坏者 那么通过这次 我们对于仁爱礁的 这片水域的这样一个 我们讲的科学考察的 这样一个调查的活动 我们终于能够 有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 那么25年 它大概排有保守计算 是2.6万平复 这个立方的这个废水嘛 各种黑水也好 灰水也好 不管它什么水 它排到这么多 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 它这个污染的事实 是存在的 那么呢也会 我相信也会引起 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 一个关注 嵌入印太棋局 菲律宾彻底沦为 美国马前博 美非防务关系升级 给未来亚太安全局势 增添何种风险 东盟国家又想看到一个 怎样的南海 环球交叉点 马上回来 7月中旬 美军第7舰队 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在南海海域 展开名为海上协同的联合演习 与此同时 美国参谋长 联席议会主席 小查尔斯 布朗 访问了菲律宾 视察美国在非军事基地 根据美非 压强防务合作协议 目前 美军已获准使用 菲律宾的9个军事基地 美军原本设立5个军事基地 而后又增加4个 全新的军事基地投入使用 这4个新化定的军事基地 3个位于旅宋岛 1个位于巴拉旺岛 此外 美国不仅在菲律宾北部 部署中程导弹 还准备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之间 最大的岛屿巴丹岛 进驻军舰 自2023年开始 美军连续两年 借连掩在巴丹岛 实施空降突击演练 对于菲律宾的侵权挑衅 美国始终罔顾事实 颠倒是非 不仅怂恿 配合非方行动 对中方正当合理合法的维权行为 横加指责 还声称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第4条适用于南海地区 甚至包括人爱交 对于美非频频挑衅 无视中方的善意 诚意和克制 中方采取了反制措施 8月7日 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布消息 当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委 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 组织联合战巡 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查预警 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MDT 是不是真的南海有事 美国就要出手 帮助修律宾对抗中国 坦率地说 这个条约 它是签订的时间是 1951年 在这个条约刚刚签订的时候 包括此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美国对于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地区 它实际上是一个模糊的态度 这里边也有很多的势力 比如说福特政府时期 当时的菲律宾政府为了在里约滩开发油气资源 他就是要求美国政府来公开的宣布 这个条约是适用于南海的 但是的话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同时在此后奥巴马访飞的时候 有记者也曾经专门对他提问 就问这个条约是不是适用于南海 那么奥巴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 真正出现了一些个转折 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讲这个条约是要适用 拜登政府时期 布林肯也是在反复地强调这条条约来适用于南海 当然他指的是拿菲律宾的武装力量 飞机还有一些个其他的遭受到 这个攻击的时候适用这个条约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印太斯利布斯林阿奎利诺说 如果菲律宾的水手和士兵死亡 该国就可以启动MDT 是的 所以他这就是想 第一他坦率地说他是要拉菲律宾下水 因为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 美国他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发生对抗 那么同时他就是希望让菲律宾做这个马前卒 然后拱到前面来 然后跟中国进行对抗 然后中国如果一旦两双方爆发一些个武装的冲突的情况下 那么他可以可能就会复制他在欧洲 在其他区域的所做的那些个事情 将中国来拖入一套我们所谓的局部战争也好 或者局部的武力冲突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遏止中国的发展 并不仅仅是美非之间这种条约 包括我们讲的美日安保条约 美国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他实际上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引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武力冲突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来搅乱地区形势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有机可乘来维持 他在这些区域的所谓的霸主地位 徐琛老师同意侯宜老师这种观点 MDT就是菲律宾的保命符 然后一旦催动的话 这个后果有可能是中美之间的 直接发生的这个战争 我同意侯老师的这个观点 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 1951年这个MDT 也就是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签署的时候 中国的南沙群岛根本不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之内 1898年和1900年的美西条约 以及1930年的关于北婆罗州的 美英的海上化解条约 都没有把中国的南沙群岛划入在内 是后来菲律宾把它改称为卡拉雁群岛 把中国南海改称为西菲律宾海 然后这一次关于MDT的 适用条款的说明或者解释 我认为美方是任意地在扩大这种解释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您讲到阿奎利诺 就是美印太司令阿奎利诺所做的 他是在3月21号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作证的时候做的这样一个表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表态 因为一旦中非之间因为领土主权争议 出现了菲律宾士兵的 哪怕万一出现了菲律宾士兵的死亡 是否可以适用1951年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判断是一个政治判断 而不是一个前线军事指挥官所做出的军事判断 那么如果一个军事主官 前线的军事主官 可以阅阻代庞代替他的文官 来认为菲律宾士兵的死亡 或者说菲律宾人员的死亡 就可以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也是对美国自身的 所谓文官统治的这样一个原则的 这样一种亵渎 而且如果说因为菲律宾士兵 因为中非之间的争议和冲突 出现了死亡的话 那么要把中美两个大国 投入到一场军事冲突当中 这个甚至说 比如说因为断了一个大拇指 他要把引用所谓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儿戏化的 这样一种解读 小马克思会乐见AMDT的启动吗 赵老师 他把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作为一个防守护生府 就是说这个护生府到底能不能护生 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你中国认为他是一个护生 所以我个人觉得 美国人到底会不会动用这个条约的第四款 实际是美国人说了算 美国人对国际条约从来就是合着用 不用不合着弃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所谓的防务合作关系 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实际是美国针对整个地区局势在下先手期 他也把这个所谓的南海台海和东海三海联动 作为一个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现在非常看重的 菲律宾这个小马克思总统给他的那些空军基地 这空军基地最近离开我们的台湾岛的南部 只有400公里而已 这是非常明显的看出是个先手期 同时美国在南海他曾经做过一个承诺的 什么承诺呢 就对南海的主权争议他没有立场 那现在他怎么样来维护自己 现在在南海的总统举动 就把美非的共同防御条约拿出来 所以美国这种说法会不会导致中国和美国 围绕着菲律宾的这样那样的岛屿 发生重大冲突呢 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美国不会做这个事情 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的这个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 在这个所谓的巴丹群岛的这个军事合作 我们看到美国是要在这里布局民用港口和军事基地 其实也是借助台海中的一个补给的中继站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即便你想要启动MDT 在这之前有很多布局 那么美国现在正在一步接一步的在布局 对 是啊 美国这个布局是一连串的组合起来的一组项链 那么我觉得目前美国对它的所谓的三条链条 三条战略链条封锁中国的海军这一块 美国现在它的自信在下降 同时它的言语这个统合力越来越大 就是讲的话越来越凶 它实际的能力是在下降 你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的军事投入 以及它的武装能力 但是另一方面它这种言语的延迟越来越上升 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这样的做法 本身是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发展都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对美国目前的种种的先手旗 我们要做出最好的战略判断 也要做好相应的战略预案 那从小马克斯方面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愿意美军在巴丹群岛的这个进驻吗 它的设想是这样到北部这三个基地 很明显是靠近我们的台湾岛 另外它在靠近巴拉旺的那个基地 是直面这个南海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美军现在 在比如说这四个基地的这个投入 它一方面也受到菲律宾宪法的这个限制 这个不允许有永久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驻军 它的所谓的这个中程导弹 也是这个到这边来进行这个轮训 演习完了以后也要撤走 我想问一下侯宜老师怎么看 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 根据美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美军现在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的九个军事基地 其中七个都是在旅宋岛和巴拉旺岛 那么旅宋和台湾岛是隔海相望的 最近的一处刚刚赵老师也提到 大概只有四百公里对吗 然后呢巴拉旺省的这个巴拉巴克岛 靠近中国的南沙群岛 面向的是中国的南海 那么这些军事设施美军会拿来做什么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套这个中岛系统的部署 即便它在九月撤出之后 那未来会不会在这几个基地部署导弹和核武器 到时候菲律宾能够承受这样的后果吗 我们来看菲律宾这个地的位置 它确实是堵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家门口 向北它是和台湾岛和日本它能连成一片 那么再往南边呢 它又能够控制住这个东南亚 当然也能够控制住南海的整个的这个主要的海上通道 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我们目前的很多的 不管是进出口也好 还是我们讲的原油等等都是通过南海的 而且日本它的这个南海通道 对于它的这个重要性都是非常强的 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 他们轻易是不会放手菲律宾的 当然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一个清中国的一个菲律宾来出现 所以它一方面通过这种拱火 通过这种军事力量的这种在菲律宾的部署 它更直接的来体现它对这个区域的主导的控制权 它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渗透 它可能是全方位的 所以我们将来会看到美国会采取多重要的手段 多空供下来使劲的控制住菲律宾 我们看到在7月27号在老挝的这个外长会当中 这个王毅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期 两人按照说法是进行了开放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王毅外长是当面告诉布林肯不要再煽风点火 搅局声势破坏海上的稳定 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 如何解读这一次的会晤 学陈老师 应该说中方王毅外长对于布林肯 就海上的安全问题应该说是立场非常明确 而且美国近一段时期来 始终在中方的海洋权益问题上拉偏价 然后再紧密地进行相关的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些布局 应该说中方都是看在眼里 心里也非常清楚 而且是高度的不满 我想布林肯国务卿重生了 所谓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种重要性 但是单就海洋权益的问题上 我觉得中方还是要表明相关的立场 希望美方不要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觉得这个是王毅外长和布林肯国务卿会谈当中 涉及到海洋部分 中方背后的这些意图和解读 其实我们看到 在炒作仁爱礁的事件之后 支持菲律宾的国家当中 并没有一个东盟国家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第57届东盟外长会议 在27号发布的联合公告当中就重申了 南海问题需要按照国际法和平解决 强调防止出现事故和误判的重要性 我们怎么解读东盟国家的态度 张老师 当然首先东盟内部和中国围绕着南海的 有关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 并不是东盟全体成员 它只是部分成员 这是第一 第二个东盟是中国和中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过去的数十年来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 经济合作所发展出来的积极成果 让所有的成员都得益 所以东盟对这一点 就维护好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以及安全 是持有高度的共识的 对像菲律宾这样的片面的单边的 站在美国的一边 执意和中国为敌的做法 实际得不到东盟的绝大部分成员的赞同 第三 我觉得目前南海各方新闻准则 它文本起草工作等等正在进行之中 这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目前这样的局势下 如果菲律宾再不改选一则 再不和中国相向而行 可能会严重的拖累整个东盟的外交行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这次的外长系列会议上 东盟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我觉得是值得赞赏的 我们看到南海行为选择的磋商 您刚才也提到既要往前推进 但是现在恰恰进入了深水区 推进非常的困难 因为有一些关键的议题 那么这些关键的点到底在哪里 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侯毅老师 2017年和2019年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努力下 我们通过框架 又通过草案的文本的审读 第一次审读 当然了再往后 我们就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后续的一些工作稍微受到一点影响 当然里边确实是 您刚才也讲到 我们有一些个深水区的一些问题 因为实际性要谈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准则它的法律性质问题 是吧 我们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还是政治性的文件 还是混合性质的这种文件 这是一条 二一个包括它的这些个调整事项 还有一些个法律的基础 宗旨等等这些个东西都是需要进行讨论的 而且还有包括在它的实用范围上面 地理范围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实用范围上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深入的去讨论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预外因素 但是我有一点我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因为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 还是不愿意这个地区能变成一个世界的很热点的一个武力的这样一个爆发点 而且东盟国家他们也不愿意把南海变成一个中美竞争的博弈场 对吧 这样的话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在这种样的背景下 我想我们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会相想而行 最终能够还是能够达成这个准则的 但是中方的态度一直是一以贯之 希望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那么为此我们还能够做哪些的努力 薛程老师 我觉得我们是有好几个层次 双边是一个层次 那么双方应该通过 而且南海不应该成为双边关系的全部 那么菲律宾方面也一直没有放弃 中方能够加大对它基础设施投入 包括开发它的这个旅送经济走廊 以及那两条铁路线的相关的 希望获取中国投资的这样一种意愿 那么应该说如果把双边关系 放在这个大局当中进行统筹考虑的话 那么南海问题有可能得到降温和得到管控 那么在多边层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东盟 比如说进入三读的这个COC的这个谈判 我们还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 地区的一体化也在加紧推进 赵干辰老师 我觉得首先在有争议的问题上 特别是涉及到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问题上 中国要坚持我们的双边措上的原则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东盟和中国 都是维护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主要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非常赞同东盟在维护整个地区安全中起一个中心枢纽的作用 所以这方面的政策我觉得中国会维持不变 会继续支持东盟发挥这种作用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主权的划风历来就是国际争端中最为难以平定的一种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开始做起 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做起比较好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推进 最后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坚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严格的防止任何外部势力到这个地方来搅局 无利益有官方的布德卡的这个外部势力 是没有资格来参与也没有资格来搅局 如果发生这种搅局的现象 中国作为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大国一定要奉起反对 的确作为这个东西方贸易和文明交流交汇的一个重要的地区 南海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是大国的角逐之地 当前中国是南海稳定发展的定星盘 但是也是左右南海局势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中方始终强调的是 搁置争议和和平解决争端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中方的政策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和能力 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好 感谢三位嘉宾 感谢电视机前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